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第二位第二大诉求 改革房产税制 杜绝投机炒作 让我们邀请房市改革行动联盟 花敬群花老师 各位关心草运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 曾经联合禅土豪行动 到新北市中和区的工业住宅抗议 专门新北市政府没有作为 详细的内容透过资讨画面带您来了解 2011年到2014年 新北市工业住宅平均年增3000户 量体是全台之冠 陈土豪行动曾控诉 新北市政府不但没有拆除 阻止投机炒房 还预计要辅导既有的非法工业住宅 就地合法 遭质疑与建商勾结 而乔运团体也向新建工业住宅的建商喊话 要求吐出不法所得 停止销售工业住宅 除了中和 最近新北市公布两处 以都市计划取得的社会住宅 分别是新庄大风造池厂旧址变更土地 以及新店中央新村北侧区段征收 但前者工业区土地变更为住宅区或商业区 市立来新北市建商炒地皮的手段 对于朝银团体的控诉 新北市政府回应 借有存在的工业宅将辅导为 转为住宅区 也会要求建商异地捐地回馈 我们继续来关心现场的最新情况 建商人应该华家和社会 固承